中投区高中值二次免市入学棒榜之后 南投县多数公立高中值录取缺额 居然出乎预料的高 人家高龙二免后只录取两成 缺额竟然高达92个名额 就连过去许多学生抢职入学的普里基大附中 也有51个缺额 我们在一般生的部分呢 他没有录取我们学校 可能他造成他心里的一个稍微的恐慌 就是说会不会未来没有学校 所以导致他可能就去寻找实地学校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就读 那他就没有再去报二次免市 所以在二次免市部分呢 大概有5000多个缺额呢 并没有出现在报名的名单里面 那我们需要因为位置比较偏远 所以呢目前的人数呢 报到的比较少 那总缺额呢在目前为止 大概是92个人左右 这个情况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发生的 像我们在我们区域内的这个中心高中 他们有79个缺额 然后再来其他竹山高中也有47个缺额 那在台中二中有108个 那文华也有68个缺额 甚至连新大副中都有18个缺额 那这个情况就代表说 学生因为志愿计分的时候 在田志愿会挣酌很多 不敢做比较高田 所以大家像中上的学校 而且高中部会产生这个现象 除了学生选田志愿序心理预期下 干脆选择入学门槛容易的私立学校报名 造成许多公立学校甚至首次发生 造成严重不足情况 另一方面人爱高农表示 12年国教上路后 公私立学校齐头是免学费 学生进入私校的经济压力门槛降低 学生与家长选择私校入学考量也增高 造成这次人爱高农 学生遭受率严重偏低原因之一 对我们学校来讲 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学校的位置比较偏远 所以在交通上 它必须要一些花费 那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较逝去的学生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与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读 不如就近 在附近的私立学校就读 他们可以住在家里 然后省掉一些花费 所以造成他们选择失效的一个原因 12年国教上路 冲击到了不只是学生与家长 就连许多公立学校也发生 学生遭受名额严重下滑现象 尤其像是地理位置偏远的人爱高农 学校除了赶紧办理续招 尽量补足学生之外 也正在思索将来如何办出 教学特色吸引学生 以免落到被边缘化的窘境 记者No 南投普里 仁爱 采访报导